金融市議員許瑞慈在總質詢時特別詢問金融市長謝國良及多位局處首長知不知道長照專線 結果卻是疑問三不知 讓他痛批即是否在長照及社福政策方面實在不及格 像照管中心能力嚴重不足及機構床位持續缺乏等問題一直沒有解決 許瑞慈也建議市長與其一直將經費花在親子管及室內兒童樂園 不如用於部件增設長照床位 你真的不如拿來部件工費的床位真的比較實在 那是你應盡的社會責任 你不要亂花錢 剛剛想的金融經濟已經是最後一名了 我們回到我們剛剛講的 金融長照園區 第四季重啟招商 你不要跟我說你在找廠商了 你告訴我 你預計規劃開多少床位 部件多少工費的床位 你如果沒有講清楚 廠商也不照你的需求啊 當然會流標啊 謝國良除了強調 明年將有多家長照機構進駐基隆提供更多床位外 對於最大促餐案 仁愛之家招商改建長照園區的部分 謝國良也做出說明 三公頃的用地嘛 然後它有很多地方要重蓋 可是如果你現在純粹只有做長照或日照的話 我們的判斷是它的很多廠商不會只有願意來投 因為現在的營建成本土木成本真的是大幅大幅的增加 所以光是要蓋好一個這樣子的一個設施可能就要花上十幾億的一個新台幣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讓他思考如何在業態上面更彈性一點 才能夠把這個仁愛之家的這個招商能夠把它做成功 我們是好好去看待下一次的招商 我們不會用過去四次流標的方式再次去辦理 營養師出身的許瑞池也關心校園食安問題 其中學校配置營養師占比僅兩成一 他質疑在這種情況下要如何維護學生用產安全 校園食安問題就是出在衛生管理 不只是衛生管理 還有學童的營養教育 還有問個案學童的 體重過重的 體重過瘦的 或是健康出一些狀況的 這些都可以由營養師來管理 可是我們基隆市學校營養師的占比只有百分之二十一 你覺不覺得有點低 符合法規四十班以上應配置 但四十班以下呢 就比率太低了 這比率太低了 對此謝國良表示 將在一個月內提出提升營養師占比的方法 要提升這個營養師的一個計劃 那是不是可以給我們一個月的左右的時間 我們把這個 好 你說好一個月喔 我不是說一個月就可以提升 一個月以內我們研究好如何提升 然後把這個目標提出來 然後再讓教育處跟衛生局來跟您報告 針對信封界塞車問題 徐瑞士分析 303項及33項 B件連外道都有經過社區 可能會影響居民生活環境引發反貪 他認為162項方案反而具有更好的可行性 對此金融市長謝國良回應表示 將哲奇邀及在第四位議員好好討論 凝聚地方共識 向中央爭取經費補助 緊述批件 記者張啟騰 金融報道